这就是降临东海城的银甲将军的能力 鲜血掌控 他可以催动生物体内的血液 从内部直接杀死对手 血剑只是表面的攻击 这一招才是真正的后手 玄武的口鼻都不由地流淌出了大量的鲜血 身躯在海水当中晃动着 不过这一击 他还是凭借着巨大的身躯而硬扛了下来 看着前方的银甲 玄武张开了自己的大嘴 一发凝实的玄光炮转瞬之间 对准银甲狂射而去 哄 一道玄光瞬间贯穿了二者之间的区域 不足五千米的距离 只是一刹那便让玄光炮来到银甲的身前 银甲似乎没有想到 这种情况下 玄武还会拼着受伤来做反击 他聪明之间利用鲜血肠和化 做一颗晶莹剔透的血色球体 将他的身躯彻底包裹在了其中 玄光炮重重地轰击在血色球体上 光明照亮了整个东海城 瞬息之间光芒退散 半空当中 那颗血色的猪欲咔嚓 一声碎裂 大量的血色碎片坠落海洋之中 银甲一只手 爬拉开蛋壳般的血色猪欲 从其中毫发无伤地走了出来 凭你的力量想要伤到我 简直是做梦 他的声音冷漠无比 如同高高在上的神明 俯视人间的蝼蚁 玄武的目光更加深沉了几分 他的实力 的确和对方有着巨大的差距 如果不是凭借着军部的改造 以及他防御力强悍的特性 此时的他 早已经被对方给杀死了 打不过 他的心里面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但是作为东海城的第一战力 他必须要坚持奋战到最后 哪怕是 死 人在这个世界上 看似有很多条路可以走 可大多数时候 人生是没有选择的 玄武加入东海大区的那一刻起 他便被东海大区 竭尽全力地投入资源培养 与东海大区融入与共 双方之间的关系 一损俱损 一融俱融 如果东海城被迫 那么他也没有颜面 再见世人 所以今日唯有死战 赢甲却在这个时候 忽然后退了数千米远 目光忌惮地抬头 望向高空 玄武的玄光炮 对他的威慑力有限 可是之前 那道从天而降的能量光束 却让他深深忌惮 那是人类目前军事领域最高的杰作之一 天机武器 与天威武器当中的王者 爱之死神同样 拥有对高阶翼人的杀伤力 之前赢甲就被天机武器伤到过 此时此时的他忌惮于天空之上的存在 而不敢放开手脚 对玄武动手 否则的话 这一战只会结束得更快 赢甲皱起了眉头 他此刻才深深地意识到 乌鸾帝国刺探到的情报 还是不足 人类最高层级的机密 是他们派出去的 卧底无法掌握的 如果不受限制的话 他们可以轻易地灭亡这个族群 但是堕落之日 终究没有来临 他们又是否动手得太早了呢 看样子 摧毁人类的城池 已经很难做到了 不过 该完成的任务 还是要完成的 他的目光望向东海城 随后又望向深深忌惮着他的玄武 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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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海当中 无数海兽被一股强大的力量 直接入侵 身躯爆炸开来 大量的鲜血涌上高空 汇聚入银甲的鲜血长河 先抹出这里的最高战力吧 轰然之间 二者的战争再度爆发 而东海城中 青龙则是对上了黑白统领 他原本以为 银甲去对付玄武之后 自己可以带领海龙部队 轻易地镇压这次入侵 但是没有想到 仅仅是一名副手 竟然展现出了压倒性的实力 浑身透明 如同一件 华美瓷器的弱水流离龙神 疯狂冲击着 眼前那名身着 黑白甲皱的雾骨一人 而对方的神态 却无比平静 甚至从头到尾 都懒得挪动自己的身躯 面对青龙的攻击 他只是抬起自己的右手 随意地朝着旁边一甩 砰 青龙巨大的身躯 竟然不受控制地 被狠狠抛飞了出去 撞断了十几栋大型建筑 念动力 青龙第一时间 认清了对方的能力 念动力 以思维能力驱使 只需要一个念头 便可以驾驭万物 这种能力 哪怕在特制系当中 都是非常罕见的 攻防一体 极其难以应对 黑白同龄手 只轻轻一挥 周围数十栋大楼 竟然硬生生地 被拔地而起 然后朝着青龙 砸了过去 青龙连忙闪身 躲避这些攻击 一动动高楼 如同长毛一般 狠狠戳进地面 发出震耳欲龙的轰鸣 青龙逃窜得有些狼狈 他回头看了一眼 念动力可以驱使一切 但是能力发动的 距离有限 所以我需要和他 保持足够的距离 青龙一咬牙 猛然之间飞上高空 他一下子 飞上数千米的高空 从天空之上 俯瞰着脚下这片土地 曾经他最引以为傲的 东海城 到处都是战火 不知道多少建筑被摧毁 就连那坚不可摧 如冰雪 长城一般的防御壁垒 也只因为 银甲随意 出手一击 而被轰塌了 这样的罪行 绝对无法饶数 青龙在高空之中盘旋 巨大的透明的身躯 如同浮游一般 漂浮在半空 下一瞬间 他的身躯忽然爆发出 极为灿烂的光辉 整个身躯变得更加透明 甚至可以看清楚 内部的骨骼线条 一道道黄色的光束 从他的身上爆发而出 如同落雨一般降临大队 朝着黑白统领轰击而去 万千琉璃斩 面对从天空而来 诡计难以预料的 万千道攻击 黑白统领微微勾起嘴角 哦 真是不错的焰火秀 他轻声说道 随即他双手张开 在身体周围猛然之间 撑开了一道无形的念力屏障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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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顷客之间 所有攻击分毫不差地 从四面八方 轰击向黑白统领 却无一例外 全都落在了念力屏障之上 一轮攻击过后 黑白统领纹丝未动 他的身上鲜尘不染 面对青龙的权力攻击 就像是大人 在面对儿童一般从容 青龙没有想到 自己晋升伊普西龙之后的第一战 遇到的对手 竟然是如此的难缠 黑白统领淡淡地说道 时间不多了 该结束 这场无聊的闹剧了 他抬起头 猛然之间冲天而起 念力过 斜着他的身躯 飞上高空 直奔青龙而来 好 青龙发出怒吼 他仰起脖子 狭长的脖子 如同一条长鞭那样 猛然向前一甩 张口喷出一道 强大的原子吐息 黑白统领一边上升 一边用右手 展开了念力屏障 他竟然顶着青龙的攻击 继续向上加速飞行 这一幕 看得青龙眼珠子 都快要瞪出来了 什么 我的攻击对他来说 竟然没有丝毫作用吗 黑白统领的声音 冷漠无比 一个刚刚突破 生命等级界限 进入第五等级的家伙 两年前 我就超越你现在的水平了 黑白统领说话之间 已经冲到了青龙的境前 青龙的吐息结束之后 内心已经感受到了 巨大的恐慌 伊朴西龙之间 亦有差距 而且还是无比巨大的差距 他怒吼连连 在近距离内 妄图利用自己 身躯巨大的优势 对黑白统领发起攻击 哄 哄 哄 他拼命地撞击着 黑白统领的念力屏障 可是那小小的念力屏障 却无论他怎么冲击 都难以打破 黑白统领不屑地一笑 对他巨大的身躯 伸出右手 明明黑白统领的体型更小 可是他伸手的姿势 就像是在抓一只 想要逃走的小麻雀 哄 黑白统领用力一握 虚空之中 一只肉眼看不见的以念力 凝聚成的巨大手掌 直接将青龙的身躯 一把攥住 咔嚓 骨骼断裂的声音传来 青龙的身躯 直接在半空中扭曲了起来 骨头被打碎 大口大口的鲜血 沿着他的嘴角 不停流淌出来 这一刻 青龙才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力 明明 我才刚刚看见希望 明明 我已经突破了生命的质骨 可是为什么 又要让我在此时绝望 青龙变回了人类的姿态 在黑白统领的 强大实力面前 他竟然没有丝毫抵抗的能力 我本应该是个前途 不凡的天才才对 可为什么 命运要对我开这样的玩笑 青龙的身上 戾气已经被全部抽干了 他放弃了抵抗 苦笑着抬头望天 感叹命运的不公 天才 听到青龙的话 黑白统领 竟然冷笑了起来 能够突破到第五生命等级的 哪一个不是天才 我在乌鸾帝国的时候 也被称为千万人中 无一的绝世天才 可如今还不只是 能力者部队中的一名统领 你太高看自己了 黑白统领 用念力形成一道锁链 将青龙死死地绑附了起来 青龙大吃了一惊 你要杀便杀 这是做什么 黑白统领冷笑了一声 你以为 我们大老远地过来 只是为了杀死 你这么一个无名之辈吗 他没有同青龙解释什么 而是对银甲 传去了消息 将军 目标已经擒获 大海之上 银甲与玄武之间的战斗 虽然没有分出胜负 但是高下利剑 玄武仗着改造之后的身躯 和太空中 天机武器的压迫 让银甲短时间内 没有将他杀死 但是 他原本厚重的甲铐 此时已然伤痕累累 鲜血从他的血肉当中 弥漫而出 染红了整片海域 左边的前肢已经被轰碎 甲铐上也满是裂痕和坑洞 他却依旧稳稳地 在海洋之中沉浮 冷静的毛子当中 有着死战的决意 银甲正打算继续进攻 将这个巨大的海兽 杀死的时候 一股不祥的感觉 逐渐笼罩上了他的心头 轰隆隆 一阵沉闷的轰鸣声 从海洋的深处传来 银甲原本想要前进的脚步 在这个时候 立即停顿了下来 他忽然感应到了什么似的 东面的海洋飞了过去 到时间了 任务已经完成 撤退 他对作战部队 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一时间 所有还在战斗状态下的 物骨战士 立即停下了手中的杀戮 骑骑腾空而起 在黑白统领的带领下 朝着东海城的东面海洋 也便是星岛的方向飞去 朱雀见到这一幕 心中惊疑不定 这一战他打得也并不轻松 袭击东海城的物骨精锐 各个都是队长级的存在 而他也不像梁月那样 眼见着所有物骨战士突然离去 战场当中的所有人 都大大松了一口气 此时 满地都是尸体 全都是人类战士 因为对方离开的时候 还游刃有余地 带走了同伴的尸体 血流成河 尸骨堆积成山 在此时 是无比真实呈现出来的一幕 脚底下的鲜血 都能没过脚踝 朱雀眼神谨慎地 抬起头望着他们 忽然之间 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青龙被黑白铜龙 用念力锁链控制着 带向远方 青龙 朱雀又惊又怒 大吼了一声 立刻便要震动 翅膀追击过去 但是耳边 却想起了玄武的警告 朱雀 你想过去送死吗 朱雀的身躯猛的一阵 是啊 他想过去救人 可是他凭什么 即便是玄武 都打不过那名神秘的赢甲人 就连他身边的黑白甲昼统领 也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 此时的朱雀 拿什么去救青龙 他的脸色一瞬间变得惨白 只能够眼睁睁看着生死不明的青龙 被雾骨部队带走 他们迅速消失在夜空之中 很快 眼睛就再也捕捉 不到他们的影子了 东海城陷入了一片死寂与悲凉 他们不知道 是应该悲伤还是庆幸 因为这一战 东海城的精锐 战死了三分之二 连四灵之一的青龙 都被别人掳走 但是 幸好那些可怕的敌人离开了 否则这一战 即便东海城能守住 他们绝大多数战士 也会死在这 朱雀颓然地坠地 可是片刻之后 他猛然抬起头 目光变得再度坚毅起来 没有时间伤感了 东海城如今面临的 可是关乎存亡的重大危机 末世是冰冷而无情的 敌人不会因为你赶伤 而对你手下留情 只会趁你病要你命 如果因为失去了一名战友 而一蹶不振 那就不是一名合格的战士 所以 哪怕心中再如何悲痛 也要咽下泪水 继续战斗 这一段时间就会变成了 这一段时间就会变成了